今天這樣的行情要小股民真的好開心喔 因為不止大盤在反彈 連貴買指數都有往上來做拉台喔 那台股是不是走到了展哥所說的 邪惡第五波啊 因為我們看到台積電 今天也是再創歷史新天下了 現在是不是有一種法人在提前壓寶卡位的味道呢 其實我覺得真的 今天的感覺 你說邪惡第五波其實我們在什麼時候啊 我們應該是在4月19號 那個殺的不要不要的那一天啊 我們就說那天我就說主觀上我覺得第四波應該殺完 所以其實理論上第四波結束就是開始第五波嘛 那什麼時候上來我們會覺得確認呢 我覺得基本上在之前在那個那個月線 那是4月29號登上月線 我就覺得這個走勢都是偏強 那當然你實際上我們講波浪理論的角度啊 什麼叫確認就是代創新高 代創新高 所以事實上你說真的來到了哪時候 差不多在5月13號 大概就是確認大概沒有什麼問題啊 所以客觀來講 這個行情大概就是在我們原本的計畫之內 那再來我們回憶一下 其實我們在什麼時候 在4月30號 我就跟大家講說我覺得陳舟製程也可以注意 然後就講完隔天世界就跳空大漲 漲個9%多 那這個狀況你說今天啊 世界線進繼續在漲個4%以上 佔上百元關卡 所以客觀來講 這些的一路以來的歷程大概都是在我們的 呃 在掌握之內嗎 我覺得好像有點太臭屁了 但是好像也找不到更適合的話了 大概就是這樣 大概就是這樣 那所以說 整體來看的話 那當然台積電 真的拳王的角度 今天是在創一個新高啊 所以那個沒有學長了嘛 今天是最高的 所以今天是大學長 那我覺得台積電今天創高 指數還沒創高 這個地方我覺得指數後續 持續加溫的機率也是高的 OK 那今天當然我們剛剛講到了 包含台積電包含徵收製程 今天表現都不錯 那宇山也特別提到像什麼 面板雙虎也碎醒了 忽然他們監業大漲的4%多5% 友達跟群創 今天都是表現都非常好 其實簡單講 這些的族群大概都是 其實都是很合理的輪動 客觀講真的就是這樣 因為先進製程在好的時候 我們說AI嘛 要注意 那我們在講說 承受製程會好的時候 就是消費性電子嘛 那當然今天的新聞 當然包含今天 股市上很亮眼的一個就是什麼 連空機都漲停了 看到都瘋了對不對 但是你看 這個地方有很意外嗎 其實不會 因為坦白講 華碩 華碩之前在哪裡 在5月6號 就是一根藏紅站回到季線之上 接著就是持續 維持一個強勢的格局 然後昨天看起來是稍微有點拉回 但是客觀講 昨天的拉回好像只是一個 恢復缺口的一個動作 就今天又續漲嘛 那你說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今天當然還有另外一個新聞 就是微軟 9個大咖 和AIPC的驚人銷售對不對 因為21號的清晨 是微軟的開發者大會 所以要共處什麼 Copilot加PC的生態圈 說未來目標一年要賣5000萬彩的AIPC 所以你說這個地方 當然你說對於整個PC市場 是不是有其他的那個 怎麼講 更多的想像空間 我覺得這當然是啦 但是簡單來講 我們什麼時候在講說 就是PC的換機槽 我們大概是去年的第四季吧 第四季 那時候應該是11月 應該10月底 大概10月底附近的時候 我們就說其實 那時候我們就在講說 其實你說不管AIPC也好 或者是PC換機槽也好 我覺得都很有可能 接下來會迎接 這個PC的換機槽 那你說這個東西本來 我們就已經提前一季多在講了嘛 對不對 那你說這個地方 你說我們在布局上面 事實上我們就是一直往這個方向 去做一些思考 所以你說今天的狀況 我覺得其實只是真的 就是反映整個市場的狀況 所以客觀來講 這個地方 我們當然是回過頭來 去跟大家講一個事情 就是說 其實現在還是很多的投資人 甚至今天早上 我還跟幾個投資人在聊天 我就發覺大家都還是覺得說 哇很高很高很高 現在還能做波段嗎 那我們舉個例子好了 像6223的旺系 旺系我們是什麼時候 應該是去年的11月我們就在講 然後那時候1月2號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也公開說 我們1月2號進場 那你說後面我們當然還有再買回來 有賣掉一趟再買回來 就今天又再創一個波段新高 大家可以回頭看 你說4月多大盤在殺 在狂殺的時候 其實它有跌也跟著跌 但是跌不多 所以我們就一路是抱著啊 為什麼我們不會一路抱著 因為我們從來不覺得景氣有疑慮嘛 我說講簡單的概念就是這樣嘛 你說奇怪了 大盤殺成那樣 你說忘記了還怎樣 這不是嘛 我們都記得啊 對不對 這假裝忘記而已啊 因為怕記得 跟著殺的時候 會想要砍股票 但是你看我們就是這樣一路抱著 抱到今天還大漲 再繼續再創新高 你看那時候我們講的時候是多少 200塊嘛 不要講更前面100多塊了啦 就今年1月的時候200多塊嘛 200出頭嘛 現在是多少 480 現在是484啊 對不對 那今天會不會再送你一個燈 哎呦不知道 拭目以待對不對 所以客觀來講 對於整個股票 我覺得 現在跟你講再多說景氣怎麼樣子 景氣回溫 也沒有用嘛 問題是你不敢嘛 現在的人的問題 現在投資人的問題就是你 你連買都不敢下手 哇這麼高還能買嗎 對不對 其實問題就不是在這裡 問題 因為高點 高點是一個相對的概念 高點是一個相對的概念 現在確實就是歷史新高 確實就是歷史新高 但是現在景氣到底是不是還在上升的階段 還是景氣已經過熱了 我覺得這個地方才是真正的重點 才真的重點 因為你從景氣燈號的角度來看 股市當然現在是熱的 是紅燈 這沒有問題 但是你說出口值 或者是全球的景氣的狀況 我認為還是在一個持續向上的階段 我覺得這個地方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延續回來 我們還是用另外一個角度 跟投資人說明 其實客觀講 我們現在都還是在整個升息循環的末段 還沒有進到降息 很多人都一直期待說 降息怎麼樣 降息怎麼樣 其實不是這個概念 真的不是這個概念 因為為什麼會高利率 因為經濟 經濟體本身這個社會承受得住 所以才能高利率 所以代表什麼 美國經濟也在成長 美國失業率從來沒有這麼低 對不對 就疫情前後 差不多就是在這個低點附近 所以你說失業率也好 通膨當然 因為失業率低 通膨當然就會高 這是很正常的 這是經濟學的怎麼講 菲利浦曲線的概念 這兩者的關係是一個 tread off的關係 所以你說 從各式這樣的角度 我們一路講下來 我們有哪一天跟你說 我覺得現在很危險很高了 沒有 我們從來沒有一天這樣講 對不對 所以回過頭來 你這個地方 我們都要特別再繼續往下看 你說前面是伺服器 前面伺服器去年廣達等等的一大波 但是你看今天什麼6117的銀廣 其實銀廣我們是也是5月初就佈局 昨天一根漲停 今天再送你一根 也是兩個燈 對不對 你說這一組 坦白講 我們昨天跟大家在連線的時候 我們分享的訊息是什麼 我們是不是說 未來可能科技五巨頭 資本支出來到一兆元 我們還比對說台積電一年是多少 300多億400億 對不對 我們從這個角度就說伺服器也還沒完 然後再來 像包含什麼2359的索羅門 其實索羅門這一組 你說當然你說基本面好嗎 其實說真的真的不怎麼樣 對不對 昨天他被迫要公佈制捷 制捷出來還是年減 對不對 但是也是送你來跟漲停 所以這種時候 你說有基本面的股票像旺溪 甚至銀廣你可能也算了 甚至連沒基本面的像索羅門這一種 也都是漲不停 所以簡單講這個氛圍就是真的就是多頭氛圍 而且散戶現在更正在怕的時候 我覺得就更要 更要克服自己心理障礙 我覺得概念上大概是這樣 那再來 我們就接下來一個一個看 當然你說我們在講話的過程 然後那個2357的華碩 現在也是來到7%多了 看有沒有機會 再創 因為前面的那個高檔的整理平台 現在這個位階大概是 那個過高之後拉回也守住嘛 所以這個倒是沒有什麼大問題 然後其他的部分 你說那個像 像今天我覺得有一些 也值得注意的 譬如說像6415 像這個MOSPET的族群 這一組其實也是真的弱很久了 坦白講也是弱很久了 但是他們什麼 只要景氣回溫 他們都會跟著上來 你說其中包含像什麼 6719的立志 昨天一任長紅 偷偷的站回到季線之上 今天稍微開一個小高 拉回來測一下 看起來 好像是維持一個強勢的格局 對不對 季線大概在280左右嘛 所以280守住的話 會不會這邊就是相對的 不能說很低的位置啦 但是這個位階剛站上季線嘛 對不對 有沒有可能再來一波 我覺得這可以注意 那6415 這個西里KY 其實那時候我們什麼時候在注意的 大概4月2幾號的時候 大概26號附近 那一天就是有 也是站回到季線之上 那後面當然雖然有所震盪 但是你看 今天是測一下月線之後 也是拉上去 也是拉上去 目前也是漲了5%多 那其中包含6138的茂達 也是這幾天 也是近幾天 5月15號 才站回到季線之上 你看是什麼 月線翻揚也站回到季線之上 所以你說前面漲了一大波稍微拉回 整理大概3個月左右的一個時間 是不是整理又到了一個末端 又準備默默的再繼續向上 我覺得這個還是可以注意 所以你說對於整個再往下看的話 當然你說從機器人的族群 甚至延伸到工業電腦 其實你說 像索羅門的題材 它就是視覺操作 視覺化的操作 對不對 然後加上那個什麼 那個那個什麼 回答發表會上的照片 對不對 這個logo 就長到一個不要不要的 對不對 但是你說實際上 回過頭來 你在機器視覺的這個部分 機器人的部分 其實你會不會延伸到所謂的工業電腦 我覺得這個地方的聯想也是很直觀的 對不對 所以你說這個地方還有包含像什麼 像2392的震威 今天也忽然很強 忽然也拉一個漲停板 對不對 然後這個部分 當然我覺得是一個聯想 當然我就可以往這種角度去思考 因為工業電腦 這一波其實也沒什麼漲 客觀講他們也沒什麼漲 然後這個地方 當然我們就先不談個股 然後另外我們從伺服器的角度 包含5274的信滑 今天表現也不錯 一張了5.29% 然後包含3533的加德 今天也再創一個波段新高來到1725的位置 所以這些的族群看起來 也都是持續的 持續的位置一個強攻的格局 然後另外呢 我覺得還包含像 市場上我覺得比較可能會受到關注的 包含像什麼 像光通訊的族群 CPU的族群 裡面 3363的上全 今天也是一個漲停的狀況 然後包含 4979的華新光 目前也是漲停 你說華新光 當然這一波 前面一波是疲弱比較久 裡面包含像光盛 上全 近期都還是維持一個強勢的格局 所以有沒有機會可以注意 我覺得也是有 但是光通訊這一組相對於 就基本面來看的話 我覺得就比較沒有這麼好 客觀講是這樣 所以從中間 這個時間點的選股 我覺得就幾個角度 當然你說有基本面的OK 我覺得有基本面的你抱起來 我覺得當然相對的安穩 但是你說真的漲的話 當然就是偏話題性的 這種盤勢的格局的時候 對於有話題的 有籌碼面因素的 可能會長得比較快一點 這是現在的狀況 意思就是說 你可以走基本面的路線 但是你就是要穩定你的信心 真的把股票報好報滿 然後如果你是覺得短線 可以做一些比較 短線的操作 也願意承擔風險的 那你當然可以回過頭來去找一些 有話題性的 然後籌碼上也是相對 比較強勢的個股 我覺得現在這兩個方向 大概都是可以運作的 近期的策略 大概這兩個方向 我覺得大概都沒有問題 給大家做個參考 不過說到有話題性的 我們看到這個金銀銅的Party 其實開了好幾天 不過今天我們看到這個 黃金概念股的加龍 這個漲幅有收斂 那麼第一銅今天 開高走低又拉高 震盪好大 現在第一位接的 有沒有更多的接棒股票來做覆線 例如說這個1815的富橋 因為它的營運 這一季就會改善了 那麼也有融資外資的買盤 持續的湧入 那有機會來做一個卡位嗎 因為富橋到底在做什麼 我們好像也搞不太清楚 這個地方 說真的這個 這個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這個地方既然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們就來幫大家看一下 因為富橋它本身 我覺得當然你說4月營收 是有一個比較大的反轉 看起來確實是這樣 那本身在做這個 當然你說在撥簽簿 或印刷電路板等等的部分 這個部分你說 近期它有什麼什麼題材 也許就是電路板 因為PCB族群近期也是很強 所以你說富橋 目前的走勢 確實是有一個大的W底 昨天是第一根的突破 就有建議再拉 所以你說這個位接有沒有機會 我覺得客觀講 如果它維持強勢的話 因為前面高鐵的位置 我覺得如果是我抓的話 我會覺得大概守住23塊 那是我也是一個強勢的格局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覺得 你說23塊這邊守住 是不是可以試機來進場 我覺得這倒是可以啊 因為狀況是怎樣 昨天的資券 其實是同步的上升嘛 因為昨天才第一天增 比較明顯的量增嘛 所以資券昨天第一天量增的話 後續有沒有機會 我覺得確實有機會 我們現在還買得到 這一方面是這樣 那當然你說 如果就基本面的角度 這個地方就是去年是虧了1.44 那當然過去也稍微有點氣氣伏伏 然後近期你不然第一季 還是虧了0.13 所以簡單講這個股票 你說真的有基本面的支持嗎 我覺得倒是確實就是沒有 確實就是沒有 但是4月營收真的有起來 所以你說在營收起來 有沒有機會拼一個 那個第二季來一個虧轉營 這倒是一個題材 有時候狀況就是這樣 所以既然從富橋的角度 我們再帶回來看的話 一般我們在這時候的操作 我們就會想說 那個有沒有話題對不對 有話題的話 那到底技術面上 有沒有一個安全的位階 其實概念上就會如此 所以像這種股票 那當然給大家一個思考 就是說我們在操作上面 我們舉個例子好了 我們像2359的索羅門 索羅門這邊 我們是什麼時候 5月15 那天就開高 開高突破 然後進場去追 追完當天漲低 隔天開高殺下來 但是當然 這種股票稍微轉弱 我們就要馬上有一點警覺 但是你看 來到5月17號 5月17號稍微測一下前一天的低點 下不去 所以這天又買回來 結果買回來 不小心 忽然又急拉又漲停 對不對 然後隔天來到5月20號 你說這個地方 坦白說 那時候賣錯 賣錯再買回來 結果你看 昨天漲停 今天再開高再漲停 所以像這種個股 有時候高檔的時候 就是在漲的過程 因為它的波動大 所以相對的 它在盤中的震盪可能比較大 但是 真的你守好一定的價位 譬如說像昨天 昨天為什麼不會賣呢 因為5月20號 5月20號 當天的低點是135 所以 連前一天的低點都沒跌破 所以昨天的低點是來到138 所以像這種 守住重要價位的時候 當卡還在話題上 那技術免也並沒有轉弱的跡象的時候 那我覺得你說持續的進場 或是持股續爆有沒有問題 我覺得倒是沒有 那當然你在漲上來之後 你就可以適當的做一個調節 因為有時候這種股票 當然你說維持強勢維持在漲停 那當然就不用急著賣嘛對不對 但是有時候開高開始做一個震盪的時候 也許你可以適當做這個調節 因為客觀講 如果你說一個標股的形態的話 可能會沿著五日線去操作 概念上大概會如此 那所以說以富橋回頭再看富橋的話 昨天是第一根漲停 今天早盤稍微 跌破一下平盤馬上站回來 站回來之後馬上拉 結果拉了之後馬上又拉回 所以這個波動你說大不大 其實蠻大的 對不對 你說最低來到21.9嘛 然後一波上來 一波上來其實又來到哪裡 又來到這個地方 反正今天的波動其實就還蠻大的 所以在波動的過程 那當然有幾個訣竅 譬如說 轉線的頭部成形的時候 也許可以適時的做一個調節 那拉回來的時候 如果來到低點附近 或者是來到平盤 有一些保護價位附近的時候 其實也可以試著去做一些 試單或是買進的動作 其實通常概念上大概會是這樣 那當然這種股票 我自己的經驗是這樣 就是說 通常就是它真的轉弱 就是平盤守不住 因為這種股票我們就是做強很強 概念上就是這樣 那當然這個概念 當然不是我們發明的 這市場上就是如此 我們要做就是要做 強勢的股票 就是要做上漲的股票 那你在中間那個 那個怎麼講 操作強勢股的過程中間 它有轉弱 那我們就適時的做一個調節 其實就是那麼單純 OK那講到這一組 我們可以回過頭來再看一下 包含像什麼 像軸承的族群 今天像3376的新日星 哇今天也很強 今天也站回到200元的關卡之上 而且突破200元之後 還稍微有回測一下 回測一下之後又繼續拉 所以你說連這個 怎麼講相關的零組件的族群裡面包含像趙立啊 包含像富士達啊 好像都有點低檔要復活的感覺 所以你說3376的這個新日星 今天這個地方有沒有可能在前面又打了一個 有點類似什麼 有點類似頭肩底的一個概念 那今天又拉上去了 所以整體來看的話 客觀講這個真的 各個族群好像都有可用之兵了 所以這個上禮拜我們在 其實我好像在網路媒體採訪的時候 我就說其實多頭的可用之兵會越來越多 目前看起來狀況確實就是這樣 所以操作上面我會建議 那當然這個地方我們也帶回來 最近有些人卡的比較嚴重的 像什麼像銀件的族群 銀件這一塊我們就回過頭來跟大家分享 銀件那時候我們是4月初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我覺得大盤有拉回的危機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就在講說 銀件族群其實是可以注意 因為相對的它β值比較低 所以你說大盤跌 可能它相對的我覺得會比較抗跌 一方面是這樣 然後再方面 這個部分也是內需的族群 所以這個時間點的時候 我們去把這些資金抽掉回來 去做這個銀件的族群 但是客觀講 目前以現階段來看的話 我會覺得這個族群 相對於電子族群來看的話 對於外資的吸引力 對於大資金的吸引力來講 那必然當然是回到電子族群 所以如果你手上 當然我是說分散投資 倒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但是如果現在的策略的話 我會建議大家 也許電子股可能還是要有一個 七成以上的一個資股比例的布局 你說如果剩下的兩三成 做做金融 做做內需的族群 甚至做做航運 我覺得這個倒是還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你把整個重心放錯地方的話 我會覺得就比較可惜 這個地方大家會給大家這樣一個建議 給大家做個參考